4月23号真的新闻很多 这个汪峰在网上宣布他的个人巡演即将开始 然后大家就说有消息发生了 大家猜的是别的明星啊 陆寒啊什么的最近闹得挺多的 结果没成想是冯绍峰和赵丽颖 这两人离婚了 这就是汪峰惹的祸 其实这个金童玉女啊 这个婚姻真的很不容易被大家看好 所以很多人也都是以前传了无数遍 这两人的离婚的消息都没成真 没成想到了2021年 生了小孩之后呢 他反倒是真离掉了啊 所以挺为赵丽颖可惜的啊 那但是离开这样的皮囊 其实对于这些艺人来讲 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本来就是豪门本来就是独立的女性啊 当然也希望他未来的情路呢 简单一点简单一点点是吧 毕竟是大家眼中的这种啊 育女啊 所以这个个人的这个形象啊 和自己演出的这个呃 角色应该是比较贴近一点的好啊 这种的人设啊 最好是呃 有点像一些圈内的模范丈夫是吧 啊这一点就是应该像这个呃 孙丽啊 邓超夫妻那样是吧 能够保鲜婚姻能够呃 呃长长久久 这样呃 能够给大家树立婚姻的信心